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请看到第三章几率 那这一章呢,主要是衔接我们在第二侧的第四章四之四 介绍过古典几率 那我们第三章这边呢,三之一介绍主观和客观的几率 那么重点放在客观几率 三之二呢,是介绍所谓的条件几率 还有独立事件 那三之三呢,背试定理 算是三之二在条件几率的一个什么,延伸 那我们首先看到118页的这边 我们这个图形这边呢,大家会看到 这个红色的,像一个半月形 有点不规则形状的这个呢 我们叫做所谓的帮帝 我们中文叫做直角 直角 那么在闽南方言里面会把它叫做帮帝 所以如果这个在Google里面去打PoH PoE 这个就可以找到它的一些图形 或者是一些影片 那么它主要都是会出现在一些 中国式的道教的寺庙 或者是佛教的寺庙里面 在这个神像的这个神桌上就会有 它旁边呢就会有一些 还有伴随的会有这个抽签 你可能想要问一些事业啊 问一些财运啊 问一些婚姻啊 问一些什么发财的一些情形 就可以不会来问神明 也就是说在 中国的这一种道教或佛教系统里面呢 利用这个东西 来跟神明做一个沟通 那么大家看到它的说明 每一个脚背和半月形 一面为图面 我们也可以解释成是阴 一面为平面 也就是阳 同时丢下去之后呢 一平一凸 叫做圣脚 或者就是这个情形 代表说神明同意了 你的请求或者是你的问题 如果两个都是平面 我们叫做笑脚 代表说神明在笑你 你的问题可能很无聊 那两个凸面往上的话 叫做什么 阴脚 那这个代表他生气 神明代表说你问的问题 让他生气 那当然 如果丢过同学 大家就知道 他其实怎么讲 因为他是有平的一面 也有凸的一面 他其实丢起来有点不规则 丢起来有点不规则 那这种东西 一般来讲 如果说像神明问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设定说 要连续三次的圣脚 连续头三次都是圣脚的话 那么你的那个问题 就代表说神明是答应的 或者说你的请求是被允许的 好 那么这边利用这个 丢这个宝贝的一个状况呢 这边有三个同学 做了三个说法 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根据第二侧的古典几率 假设脚背 两面出现的机会均等 所以会可能 平平或平图 图平图图四种 所以丢出圣脚的机会呢 是平图跟图平 对不对 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对不对 所以它的机率是50% 四种里面它占两种 所以简单讲就是二分之一 四分之二 好 另外一个同学说 我最近怎么丢啊 丢出圣脚的机率都有80% 因为它可能人气很旺 手气很好 第三个同学说呢 根据妙方做的实验 这一对脚背呢 如果丢了一万次之后 会出现5022次的圣脚 所以它的机率应该是 把5022去除以1万 应该是50.22% 好 那么 这三个同学到底哪一个说的是对的 哪一个说的对的 严格讲 其实 如果去丢过这个宝贵的同学 应该知道 事实上 因为它一面是凸的 有点算是一个圆形 另外一面是平的 所以事实上 它 并不会很规则的去一个弹跳 当它掉到桌上或地上的时候 它会有个弹跳 对不对 所以 不完全是一定是二分之一 那更何况 这个同学它说 手气很旺 这个有点太主观 然后另外 这个实验的部分 它实验的一万次 是5022次胜脚 但如果再实验一万次呢 说真的 恐怕也不一定 恐怕也不一定 好 那么所以这时候 我们利用这三个同学的一个说法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119月这边 关于主观几率 和客观几率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判断 来我们在119月这边 119月这边呢 什么叫主观几率 就是说 这个同学 我最近很旺 一定都会有80%的一个胜脚的几率 像这个就叫做什么 叫做你自我感觉良好 自我认知说 我应该很容易去 投到这个胜脚 那确实 在台湾来讲的话 很多的庙宇 譬如说在农历过年 过中国新年的时候 在元宵节 他们就会办这个 丢这个宝贝的比赛 看看连续 最多次 出现这个胜碑的 胜脚的这种情况呢 假设你是连续8次 或9次或10次 那么就会拿到冠军 那当然如果 次数稍微少一点的 就拿到其他的奖品 因为老师家的旁边的庙 每年都会办这个比赛 每年都会办这个比赛 那说真的 即使你可能练习了很久 那么但是呢 也许每年的冠军 还是都不同的 你就是有一点点运气 在那边 所以像这边所讲的 主观几率 根据个人经验 那么这个事件 可能是做了一个什么 猜测 就会因人而异 包含了什么 偏见 所以这个并不是 并不适合作为一个什么 几率的一个分析 我们叫做主观几率 所以你不能说 我觉得我最近 可能这个手气很好 这个猜题都猜得到 所以呢 必考题 或者是什么 我考试一定都会及格 都会pass 甚至说 各种各种 我觉得我认为 我想象怎样怎样的 这种 根据个人的经验 或者是直觉预感的 其实都 不能算作几率的一个 正确的一个什么 使用方法 好 那么我们当然看到 客观几率 客观几率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实验 我丢了一万次 怎样怎样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 标准的客观实验 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请看到 客观几率这边 将多笔资料经过 观察记录 调查试验 所得到的事件发生频率 我们叫做相对次数 请注意 一般我们讲 叫做相对的意思 就代表要做一个什么 除法 比如说 A除以B 叫做相对次数 相对次数 所以这个客观几率 也可以把它叫做 频率的一个什么 几率 我们看到一百九页的 这个客观几率的定义这边 在相同条件下 重复多次实验 在N次实验中 事件A出现了什么 K次 则以事件发生的频率 N分之K 用K除以N 代表这个事件A 所发生的客观几率 所发生的客观几率 就像刚才的这个同学 所表示的 丢了一万次 出现5022次的圣角 那么 它出现的圣角的几率就 0.5022 可是不要忘了 我们如果再丢一万次 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个数据 但是我们可以 发现到说 如果再丢一万次 再丢第三个一万次 再丢第四个一万次 那么 所得到的圣角的几率 应该会跟这个0.5022 会差不多 会差不多 那就看怎么样去做一个实验的一个计算 去计算 来我们下面请看到我们的立体一这边 立体一的话 在2015年加入了中华职棒的打击表现 我们定义打击率是什么 总安打数去除以总打数 总安打数请注意安打是什么东西 安打我们就叫做hitto 安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球打出去之后 我们的球员可以平安的站上一壘 不会出局 或者说 白话文一点就是说 死掉就对了 他可以平安的站在一壘 继续往二壘跑 甚至往三壘跑 那么 他所那次打击就是一个什么安打 那么他不会每次都 打安打对不对 所以你有个总打数 就说 我跟这个投手 这样子一场比赛可能上场四次或三次 如果举例来讲 我上场的四次 只有一次成功的上壘 那么就是四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一 那么120一的这个问题就怎么样 以致王波隆在累积18场之后 打击率来到当年的高峰近四成 注意这个地方的四成什么意思 四成大概就是40%的意思 也就是0.4的意思 就0.4的意思 请问此时的打击率为何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表 第一场 上场打了四次安打数两只 第二场 打了五次安打数一只 以此类推 我们每一场都去做记录 当然有可能是都没有打出来的 当然像第八场这边 我上场五次 打了三只安打 打得不错 然后到第十三场 可能又没有了 113啊什么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表 这样的一个表 我们来回答什么 回答 121的这边 他的一个问题说 累积18场比赛 所以我们就从第一场 到第18场 把他的什么 所有的安打数去加起来 就是累积 18场 他的总安打数是多少 可以把它加起来 那么他的总打数是多少 我们就把第二 列把加起来 就总打数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到121的这边 121的这边 我们的累积18场比赛之后的总打数 我们就直接 把他的每一次上场的打的数目 加起来是71次 那么他总共打出了几只安打 有的时候两只一只零只不一定还有三只的 对不对 总共28次 所以打击率 按照我们打击率的公式 28除以71 那么大概是0.394 所以 为什么说他会接近于0.4 那也就是接近于4成 成这个字要注意 成就是10%就对了 所以这边3成94 这代表这个占了30% 0.394 0.394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说明 我们发现了当比赛的场次够多 及打数够多时 打击率会接近一个固定的数 打击率会接近这个固定的数 因为我们这个选手 他个人的一个打击实力是有一个 一个一定的一个水准 大家会发现说像这个图山这里 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 打击率上上下下 对不对 刚开始的前20场 可能上上下下的一个波动比较厉害 可是你会发现说 大概差不多30场40场之后 大概渐渐渐渐 他就会趋近一个固定的数 趋近一个固定的数 所以打击率很重要是怎么样呢 每年教练会根据这个选手 或者这个投手 他们在上年度的一个表现 来决定说 这个年度球季开始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 这个球员的一个打击 或者是防守 或者是投球 来帮助我们做一个什么 评估 而且这个评估 他一定是做一个滚动式的 因为可能有的球员 他也许刚开始打得不太好 后来可能又打越好 然后最后又趋近一个固定的数 所以教练如果能够掌握每一位球员的打击率的数据 有助于在比赛中去做一个对应 也就是说 对方如果比较厉害的球员上来 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要投太好的球给他打 对不对 诸如此类 所以像这样子一个方式 做一个什么 统计去做一个计算 我们有一个打击率的一个计算 来手上练习这边呢 这个选手在2015年的年度打击率 什么意思 年度打击率就是所有比赛 他这边总共出赛了28场 所以我们请同学把28场的按打数 全部加起来是36 那28场全部的出场打击数是多少 111 所以把36去除111的话 这样子除出来大概近视值是0.324 0.324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到第18场的时候 这个数值很高 0.394 对不对 可是在打了10场到28场之后 他的平均数降到差不多0.324左右 所以一般而言 如果在职棒的球员这里 打击率如果是 可以超过0.25 甚至你可以到0.3左右的 其实都算是蛮厉害的一个打击者 都算是蛮厉害的一个打击者 所以王波隆的话 如果同学平常会接触到这个新闻的话 他其实算是一个强棒 算是一个强棒 都排在第三第四棒的这个中心棒次 那么我们从这个图也可以发现一个什么 就是说也许刚开始你可能打得很好 哇吓吓叫 后来就还好 还好就趋向一个固定的数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 小时候胖不是胖 也类似像这个结果 就说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出生一岁两岁 哇胖嘟嘟的 可能到十几岁念国中高中大学的时候 可能就正常了 所以有这种类似的一个说法 类似一个说法 请大家做参考 这种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